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射箭装备变动 超过20名英雄改动 体验幅赢了一波超级大更新 咱们先来看这次对英雄的调整 1.项羽 项羽的大招新增了不屈效果 大招蓄力期间不会死亡 不过血条被清空 在实战中估计要搭配明刀才能发挥出效果 2.小乔 小乔增加了一技能前期的伤害 后期保持一致 与这次不相比 不会再出现两个扇子轻步冰线的情况了 3.夏洛特 夏洛特加强了2技能后期的回复效果 调整了被动和3技能免伤成长曲线 前期下调10% 后期与现在一致 延长了被动的追击距离 与正式幅相比大概多了这么多 被动减攻速效果 前期有7%加强了10% 后期有16%加强了24% 但最多只能对敌方叠加两层 而且敌方A一次之后 减攻速效果就会失效 4.夏洪盾 夏洪的1技能打在兵线会野怪时 也能接受第二段了 降低了2技能的冷却时间 但减少了2技能3%的最大生命值的护盾 5.白起 白起在受到野怪伤害时 1技能被动的反击触发频率更快 有30%提升到了50% 加快了刷野效率 6.孙并 孙并的2技能新增了 可以返还英雄消耗法力和能量条的50% 这可是马可和火舞的福音 剩下则分别优化了云音 12技能的手感 牛魔23技能的手感 50天1技能施法手感 以及优化了一大批英雄技能特效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给墨子的2技能墨尾 加上了一个圆圈形提示 给圆方的1技能 增加了一段爆炸范围的提示 便与我们躲避伤害 咱们再来看看这次对装备的调整 除了上次说到的霸者重装 红脸斗篷和启明仲凯之外 本次还调整了7件装备 1反伤刺甲 反甲削入了40点误抗 降低了被动伤害 经过测试刺客出反甲 在满击时降低了大概110点伤害 而坦克出反甲 在满击时降低了190点左右的伤害 2不强征兆 不强征兆减攻速有30%增强到了50% 减移速效果有15%降低了10% 持续时间不变算是一波小加强 团战之中对敌方撤手的限制能力更强了 3激安风暴 激安风暴的减攻速效果不变 减移速效果有30% 上调到了50% 以后刺客去切出了冰心的英雄时 自己也更难脱身了 4不死鸟之眼 新增受到队友治疗时 回复效果额外增加15% 以后没有回复能力的坦克 看到队友有扁缺或者脏起 别犹豫 救出他 5冰霜冲击 领冬 冰甲的主动技能新增了一段60到200的法术伤害 6心拳 心之配式 移除了免伤效果 改为链接范围内血量最低的队友 5秒内能为其回复生命值和法力值 攻击或受到敌方英雄伤害时 回复效果只生效10% 每40秒触发一次 最多储备两次 一发大心拳能乃上一小半的血量 7心之配式 风之轻语 风铃文章 出品金石 所有小辅助装价格由1100块降低到900块 辅助前进发育速度小幅加快 以上是本次体验服更新中 对英雄及装备方面的调整 夏洛特这次调整 恐怕是凶多吉少 更容易被敌方拉扯断被动了 我个人非常期待这次对夏活的加强 以后咱们可以借助小兵解锁二段一技能 然后直接进场打控制 这次更新内容太多篇幅不够 具体分析 我们下次再聊 以后一名为死搜BZ的鲜意友连人道 萌新想问个问题 为啥点尾不出墨式走半肉 那这是因为点尾二技能 只要命中敌人 就会达到200%的攻速上限 点尾后期二技能点满 会提供50%的吸血效果 墨式的属性对于点尾来说 基本是没有用的 不推荐出 木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